猎王纪下第八章 以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,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,因为耶和华命饥荒,降在这第七年。 妇人就起身找神人的话,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区,住了七年。 七年完了,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,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填地哀告王。 那时,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,请你将以丽莎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 基哈西告诉王以丽莎如何使死人复活,恰巧以丽莎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,为自己的房屋填地来哀告王。 基哈西说,我主我王,这就是那妇人,这是她的儿子,就是以丽莎所救活的。 王问那妇人,他就把那事告诉王。 于是,王为他派一个太监,说,凡数着妇人的都还给他,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,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。 以丽莎来到大马瑟,亚兰王遍哈达正患病。 有人告诉王说,神人来到这里了。 王就吩咐哈学,说,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,托他求问耶和华,我这病能好不能好。 于是哈学用四十个骆驼,驮着大马瑟的各样美物为礼物,去见以丽莎。 到了他那里,站在他面前,说,你儿子亚兰王遍哈达,打发我来见你。 他问,说,我这病能好不能好。 以丽莎对哈学说,你回去告诉他说,这病必能好。 但耶和华指示我,他必要死。 神人定睛看着哈学,甚至他惭愧,神人就哭了。 哈学说, 我主为什么哭? 回答说, 因为我知道,你必苦害以色列人,用火焚烧他们的宝杖,用刀杀死他们的壮钉,摔死他们的婴孩,剖开他们的孕妇。 哈学说, 你仆人算什么,不过是一条狗,也能行这大事呢? 以丽莎回答说, 耶和华指示我,你必做亚兰王。 哈学离开以丽莎,回去见他的主人。 主人问他说, 以丽莎对你说什么? 回答说, 他告诉我,你必能好。 四日, 哈学拿被窝浸在水中,蒙住王的脸,王就死了。 于是哈学窜了他的胃。 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,尤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,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,做了尤大王。 约兰登基的时候,年三十二岁,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。 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,与雅哈家一样。 因为他娶了雅哈的女儿为妻,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魏的缘故,仍不肯灭绝尤大。 照他所应许大魏的话,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。 约兰年间,乙东人背叛尤大,脱离他的泉下,自己立王。 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义去,夜间起来,攻打围困他的乙东人和车兵长。 尤大兵就逃跑,各回各家去了。 这样乙东人背叛尤大,脱离他的泉下,直到今日。 那时,利拿人也被叛了。 约兰其余的事,凡他所行的都写在《犹大列王记》上。 约兰与他列祖同睡,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 他儿子雅哈谢接续他作王。 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,由大王约兰的儿子雅哈谢登基。 他登基的时候,年二十二岁,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。 他母亲名叫雅他利亚,是以色列王安利的孙女。 雅哈谢效法雅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,与雅哈家一样。 因为他是雅哈家的女婿。 他与雅哈的儿子约兰,同往基列的拉末去,与亚兰王哈靴征战。 亚兰人打伤了约兰。 约兰王回到耶斯列,一直在拉末与亚兰王哈靴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。 由大王约兰的儿子雅哈谢,因为雅哈的儿子约兰病了,就下到耶斯列,看望他。 雅哈